听老人们讲啊 在这很久以前的海水啊 它是淡的不是咸的 那为什么后来变成咸的了呢 说是海底下有一个神墨 它不停的转动着 那墨出来的全是盐 所以现在这海水啊就变咸了 传说在古时候啊 有这么兄弟两个 这老大呀非常的贪财 赫姆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才好呢 还非常小气 把父母留下的财产呢 全部拿到手了 不许他弟弟动一下 干什么能发财 他就干什么 而且不择手段 所以渐渐就成了一个远近有名的财主 弟弟和哥哥正相反 这个老二心地善良 为人很好 别人有什么难处啊 他都愿意帮忙 那日子过得很苦 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 是有这么一年除夕 眼看着就过年了 可是老二啊 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揭不开锅了 这两口子哀声叹气 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这以前呢 老二的妻子到老大家借过几次 你 但是都碰了钉子 空手而归 这次老二妻子用哀求的口吻向他男人就说了 哎 我说 今天和往常可不同了 这过年了 咱们还是两手空空 孩子们饿着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你到你哥哥家借点米吧 老二听了妻子这些话 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呀 最后只得硬着头皮 到了哥哥家去了 到了老大家 没等他把这苦处说完呢 他哥呀 火冒三丈 你这个窝囊费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再说我们早就分家了 你呀 还有脸倒着来借米 说着 两眼看着南山 再也不瞅老二一眼 老二一看 强忍着眼泪走出门去了 这时候 一个好心的邻居路过 看到这个情景啊 心里非常的同情他 这个邻居虽然也不太富裕 还是把他领到自己家里 借给他一斗米 这老二感动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泪水是涌出了眼眶 他想一模锁上的兄弟 对自己这样狠毒 连一厘米都不肯借 而一个邻居 却借给了自己一斗米 真是得过病的人 最知道病人的痛苦啊 老二向这位善良的邻居 深深的鞠了一躬 扛着米袋子就回去了 老二扛着米袋子 高高兴兴往家走 走到一个山坡前有点累了 便坐下来休息 这时候 从对面走过了一个 健康小石墨的老人 气喘吁吁 走到老二的跟前 也坐下来休息 老人看着老二便叹了一口气 唉 我老伴病了好多天了 但是一点吃的都没有 我转了很多地方 一点米也没借着 在回家路上 在草丛里就看到这个墨 我就把它给扛回来了 老二听着老人的话 是再也坐不住了 就把自己背的那斗米啊 送到老人面前 老人家 这米啊 送给你了 拿回去给你老伴吃吧 老人一听这是真的吗 又过了一会儿 这老人才如梦初醒 谢谢你啊 好心的小伙子 我也没什么东西报答你 这个墨呀 你拿去吧 老二就扛着这个墨呀 回家了 把路上碰到那个可怜的老人 和借到米送给那个老人的事啊 一五一十和妻子就说了 妻子一听好好好 你做的好啊 我们家穷 他们家也穷 我们应该穷帮穷 这妻子不仅没有埋怨这丈夫 还夸奖起来 这时候他们肚子就都饿了 老二妻子就拿了半瓢豆子 放到刚拿来的墨里 一边墨一边自言自语 哎 这豆子要变成大米 那多好啊 哎 说的也怪 他这话还没落音呢 从正在转动的墨里 就哗哗的往外躺大米呀 哎呀 这回可好有吃的了 这是个什么呀 他一边转墨还一边说 这要是能摸出点肉菜来 给孩子们吃 那多好啊 哎 真灵 刚一说完 果然又从墨里出来了很多肉菜 老二在一旁也看到了 哎呀 要是能给爸爸妈妈出一些个贡品就好了 哎 果然 那墨一转呢 就从墨里出来很多的贡品 哎呀 这真是个神墨呀 这对善良的夫妻就高兴极了 他们想 这回村里的穷人们可有指望 我们应该先请他们饱饱的吃上一顿 于是啊 这夫妻俩就推起墨了 水里说着什么请客用的鱼呀 肉了 酒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菜了 哎 反正他们要什么 这墨一转就出来什么 这是应有尽有啊 准备好了之后就把村里人都请来了 这次请客的宴席非常的丰盛 来的人是不论是谁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村里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吃的这么好啊 吃的这么饱啊 吃完了之后 村里人就很奇怪 这老二家很穷啊 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呢 人们吃饱了没啥事 就问起这老二来了 这夫妇俩老实啊 就把怎样得到神墨的经过啊 从头到尾向人们就讲了一遍 这人们打着宝格 踢着牙 点着头 纷纷称赞他 是啊是啊 这两口子心眼好啊 哎 善良啊 老天爷都知道 神仙都下来帮忙啊 这话没脚啊 可行千里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贪心的老大耳朵里了 这个财迷心窍着老大啊 听到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宝贝 而且这个宝贝竟然在自己亲弟弟的家里 馋的那是吹咸三尺啊 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神墨拿到自己的手里 他想弟弟这个人心软 还有点傻 嗯 好对付 但是又一想 这回可不一定 这么好的东西他不一定能给我 他就瓦空心思的想啊 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 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连他弟弟一旦不听他的话 怎么办都想到了 就这样折腾了一宿也没合眼 天还没亮呢 就爬起来翻山越岭 七喘叙叙 到老二家去了 老大进屋刚一坐下就装得很难为情的样子 一边搓着手一边说话 听说你这运气好的得了一个宝贝 你看我现在虽然是有点东西 但是还不够 看在咱们兄弟的面上 你能不能把这宝贝借我几天呢 这老二确实是一个好心肠的人 他想这个神墨已经给村里的穷人解决了不少困难 再说自己也把粮食还给了那个好心的朋友 现在自己啊也有吃的了 所以一点都没有犹豫 就把这神墨借给老大了 老大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老二会这么痛快 就把这个无价值宝借给他了 简直都不敢相信呢 愣了一会儿像疯子一样扑上去 抱起那神墨呀 连鞋都没有孤得上穿 就往家跑去了 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 生怕老二追上来要这墨 跑到家马上把大门关起来 然后又匆匆忙忙跑到自己的厢房 把这神墨放下 又把门反锁上 这时候他浑身是汗呢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又好像被神墨吓傻了似的 就瞅着那神墨直笑 一会儿摸摸这儿啊 一会儿摸摸那儿 突然呢 他像被别人抢去似的紧紧抱着神墨 墨了起来 他先是要这要酒 接着又要这烧排骨 然后要了很多很多的好酒好菜 摆了满满的一桌子呀 就狼腾虎咽的吃 一直吃到再也吃不下去了 才罢休 一连几天呢 他连大门都不出 坐在家里尽情享受起来 得意忘形啊 自觉的这世上啊 再也没人能够赶上他了 可是再过几天 这个神墨就得还给人家老二啊 老大就想了 无论如何这还给老二之前呢 也把这神墨里的宝物都要出来 所以不分白天黑夜的墨呀 两只眼睛熬得通红啊 金银财宝堆的满屋子都是啊 屋子里放不下了 又叫家里人往仓库里放 最后仓库里也放不下了 又往地窖里放 反正是世上什么值钱 他就要什么 一个劲的墨是一个劲的要啊 但是无论他怎么要怎么墨 那些金银财宝 还是没完没了的往外冒啊 看样子在还给老二之前 这神墨里的宝贝 还是不能出完了 这怎么办呢 这个贪得乌烟的老大 就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了 反正我没要够啊 明天到日期了 干脆我不给他了 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级 在老二来要之前我跑 急急忙忙就收拾东西 该带都带上 该卖就都卖了 连从神墨里要来的金银财宝 装了整整的一条大船呢 他把那个神墨 像捧神龛似的捧在怀中 半夜里坐着大船就跑了 他怕后边有人来追啊 一刻都不敢停 坐着船整整航行的一天一夜 太阳落山的时候 来到一个岛上 把船靠在这沙滩上 过了一夜 贪财的老大呀 把神墨放在船里的一个角落里 一个人坐在那里一边默默 一边要东西 他一个劲儿的要酒 要肉 要着山珍海味 要完就猛吃猛喝 最后就喝得醉倒了 又觉得嘴里没味儿 有点淡 就想要点咸盐吃 于是他又向神墨 要起咸盐了 吃完盐之后 他又醉倒了 墨就那么放在那了 也忘了停墨了 醉醺醺的 他倒在那 还想着没事儿呢 现在在海上也没人追我了 总算是太平无事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这下子我可放心了 这世上有的东西我都有了 就天塌地陷 我也不怕了 他这边正想着没事儿呢 那边的墨还在不停地转着 咸盐呢 在源源不断地往外流 他那妻子儿女 在别的岔里也睡着了 这时流出的咸盐 是越来越多 渐渐堆成了一座小山了 而且这座小山也是越来越高 后来就开始往大海里流了 这船也就渐渐失去了重心 开始向一边倾斜 最后这条船呢 终于被这盐山给压翻了 那个沈墨也就掉进大海里去了 因为没人停墨呀 这个沈墨还在转动 还在出盐 所以大海啊 就变成咸的了